由總統府辦理的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在這個星期四呢將來召開首次的會議 而其中呢 討論焦點就放在氣候變遷以及電力的挑戰 也讓外界呢再度開始關注到內政府對於河南的立場 事實上包括了新政 行政院也說呢 這對政府對新河南是採取開放態度 而目前 賴政府雖然反對了重啟核一核二或是研議核三 但是對河南看起來不是百分之百反對 一 二 三 邀請國際能源專家來台能源轉型國際論壇 討論未來台灣的綠能 經濟部長郭智輝跟國發會主委劉敬青也到場參考國際做法 不過也再次否認重啟核電廠以核養綠的可能性 重啟起碼要五年以上 一個廠據我了解都將近一千億左右 更可怕的是核廢料處理是要幾千億 所以按照法令其實我覺得現在很難談 但有民調顯示台灣超過六成的民眾 支持以核電達成二零五零年的淨零碳排放目標 但政府不重啟核電廠只能開發新道路 行政院長卓榮泰七月接受外媒專訪 也說對新核能採開放態度 但具備什麼條件才能算是新核能 賴政府還沒頂掉 坦白講我們並沒有還沒有任何的討論 所以對這個部分我們沒有沒有可以分享的地方 八月八號總統府的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就要登場 各界專家雙界代表要跟六大環保團體討論氣候變遷的衝擊 還有未來台灣電力的挑戰也是聚焦重點 其中作為副召集人的核說董事長童子賢強調核能要和綠能共存 經濟部沒有什麼立場經濟部就是所有能夠用的電 我們都盡量讓它能夠上機 法令許可然後這個核廢料可以處理 讓老百姓支持 為了達成禁令碳排放 賴政府對核能態度逐漸鬆動 反核招牌要放下貨怎麼轉彎 在委員會裡細細討論 記者吳永安 林宇拉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